我立刻和大家温习 第一个要温习就是这一版 page 5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它很好的题目 虽然它的数字是很简单 我和大家先温习了 然后在下一段时间 这个只是exercise 这个不是QP题目 这个本身是一条ACCA的题目 我拿了它来illustrate一些concepts 我和大家先做这个 至于QP题目 我们再教你如何作答 我们看了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很简单 它的一个building 原先买入是10mil 10mil cost 就是2015年的时候的 不是红色 红色 你知道我的用法 红色是重要的 要记的 要背的 蓝色是exercise 是example 不用背的 好了 它说这个asset 是2015年的6月1日买的 10mil 那你见了 就有20年的useful life strate life basis 没有residual value OK 好了 过了一年了 16年它升到8mil 升到8mil OK 先停在这里 先停在这里 那我先看看 这个movement会怎样 是考的 QP也考的 只不过我想用来做一个concept 10mil的东西 dp20年 10mil的dp20年 满年是多少钱 0.5mil的dpstation 所以15至16 是不是dp了0.5 是吧 是吧 所以那件asset 现在的保价 carrying value是多少 10-0.5 所以在9.5 9.5 就叫做carrying value 在保价里 carrying value carrying value 9.5 好了 到了2016年的5月 它说它升值到8mil 是不是 不是升值 是降值 是吧 因为9.5 跌到8 是不是 跌8mil 所以你要将那件asset 是不是credit那件asset 1.5 因为它本身是9.5 你要降到8mil 是不是credit那件asset 跌5 跌什么 跌什么 如果它有revaluation reserve 在先 你就可以清授 revaluation reserve 但是没有 一开波就跌了 是不是 dp了一年就跌了 所以这个1.5 一定是去哪 P&L 没有错 所以这个1.5 一定是impairment 去了p&l 清楚了 好了 去完p&l 之后 8元开波 很多同学都认识的 来到这里都认识 但是跟着那些 它就闹到乱了大笼 8元开始 就带到下一年 是吧 下一年 就8元开始了 下一年dp多少年 又20年 不是啊 20年 还20年 只剩19年 所以你将8秒除19 你会发现 dp少了 是不是 0.42 少于原先的0.5 为什么 因为S便宜了 有关的dp也少了 少了多少 你看到吗 用眼都看到 是不是0.08 这个0.08 是告诉你 p&l 其实absorb少了 少了的成本 0.08的成本 即使是什么 好了 省了0.08 故事继续了 它说去到2017年的5月 这件事 升回 升回 11秒 8秒 减0.42 即使保价是7.58 的时候 要升回到11秒 对不对 你要construct了出来 8秒的东西 dp了一年 0.42 见到7.58 它升回到11秒 即是星期多 用计数机按一按 大家知道是升回3.42 那问题来了 你要怎样 入这3.42 那些人就这样教 那我教你了 当S要升回3.42 C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它之前是下过p&l 1.5的 那我们那时候 学impairement讲过 如果你之前那年 impaired了 现在可以升回 这些叫做reversal of impairment 你再reverse 你之前的impaired座数 而且你impaired多少 你最多都是reverse 那么多 那很多同学 怎样错 我告诉你 怎样错 他们就会说 既然去年impaired1.5 所以今年我reverse WPP1.5 credit的p&l1.5 他们就以为这个数字 就是 不是a 他们以为这个数字 就是1.5 答案是错的 这个不是1.5 不应该是1.5 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你虽然reverse reverse 但是你记不记得 p&l已经更好 0.08 我刚才说了给你听 p&l通过 便宜了的deprecation 已经benefit了0.08 所以p&l 应该说 我已经在上面 省了0.08 所以你reverse 反出来的时候 你应该只是反回1.42 不是1.5 明白了吗 credit1.42 当你credit1.42之后 这件asset 是多少钱 7.58 加回4年 去什么9mm 9mm 就是historical depreciated cost 你想一想 假如从来没有impaired过 这件asset 现在是多少钱 10mm的东西 dp20年 过了两年 是不是只有10分之一 就是9mm 所以你简单来说 就是把件asset 回复回 从来没有impaired过 现在正常 historical 正常的dp了的数 是多少 9mm 好了 你站定了9mm 做完第一条entry之后 站定了9mm 7.58 加1.42 站在1.9mm 是否当 忘记了之前impaired的数 是的 然后由9mm再想 哇我升值了11 升值到11 那这个升值到11 这个要不要做呢 有同学问我要不要做呢 你就看回这件asset 是不是行revaluation model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你是不用做这两秒 明白吗 所以revalued pp的fair value 如果 if it adopts it 就是the company adopt revaluation model 是不是 如果他adopt revaluation model 你就可以将9mm 再提升到11mm 那么多那2mm 就可以revaluation reserve 清楚了吗 然后之下就是 如果我不行revaluation model 我就不需要做这2mm 但是我仍然要反映 1.42 因为那个是impaired的 你reverse 这个一定要做 因为之前跌了价 现在不再跌价了 你要反映现实 但是升不升值呢 就看你公司本身 是否行revaluation model 还是行revaluation model 明白了吗 行不行 清楚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就是给大家知道 原来你 经常以为 empaired is明说的 你跌了多少 如果你升回 你可以反出来 小心一点 反出来 未必是反回原来的1.5 可能是反少於1.5 那是多少呢各位 你如何找到1.42 两个方法找到 一个你就想 我现在升值 就是之前impaired 1.5 那今年的depreciation 已经便宜了0.08 所以我反出来的 就是1.42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但我就一般喜欢这个 我就想 假如这件 从来没有impaired过 我将要7.58的东西 带回它的historical depreciated cost 应该要多少钱才带回它的historical cost 你见到一时从来没有impaired过的话 见到一时的historical depreciated cost 你就反出来 明白吗 就是这样 清楚了吗 好 你见到 我这个题目是focus在计数的 我没有跟你read through英文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ACC的题目 那我就不go through英文了 相反 现在我们去QP 那我就和大家看一下 如何回答题目 好吗 好 那我们拿些题目出来 左边 左边就是题目了 那你见到呢 在这些团子里面 我extract了六条题目 我想慢慢跟你go through 因为这六条题目 不只是PBE的 有asset hold for sale 有deprecation 有impairment 有IP 很多的topic 我想你做一个工作 我会和大家做完这六条 而我做的sequence 由一路开始 由旧的题目开始 我会慢慢一条一条做 做完之后 你告诉我 有没有转变 问题目的方法 有没有转变 因为以前是 我做的 现在M11 有没有转变 我不告诉你 你自己去看 好吗 其实我也是这样看 你帮我去看 我会和你做完 由第一六开始 19、20、21这样做 你帮我去看看 有没有转变 好吗 好了 看看第一条 16年的题目 可以吗 他这样说 首先有一家叫SPD 他就是做一些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即是说他本身是做物业发展和投资的 在2015年12月 他就有以下的portfolio 好了 有什么portfolio呢 有property A 第一个就是property A 第二个就是property B 第二个就是property B 你看一下有些什么 那就是要你去解释应该怎么做 好了 property A 是这样的 他本身是做物业投资的 大家记住 他本身的成本 就有一层楼 是4.82ml 852 而这个数字 本身是想着卖的 with a view to resell 如果他拿着一些楼 想着卖的 这些楼是什么 如果我拿着一些楼 想着随时卖的 这些楼是什么 inventory 明白吗 通常对很多公司来说 楼不会是inventory 楼一是PP 一是IP 但是对他也是 因为他是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是不是 他的货品根本就是楼 所以 如果他想着 resell 这件本身是什么 是inventory 一月的时候有一件 inventory 好了 但是现在他打算租他出去 去赚租金 想着租他出去 赚租金 在10月底 但是最终 找到一个租客 在2月 2月2016年 就找到租客 alright 而在10月底的时候 其价格 那件asset的价格是4.5秒 好了 停在这 究竟这件asset是什么 在10月底的时候是什么 你看一下 Explain the account implications of property A and B, and C, 等下还有C, 在他的financial statement, Access year, 各位,第一个要教你们,就是看题目, 我发现很多学生, 不看清楚的题目, 你一定要答案, 你正在答题嘛, 是不是? 你要看清楚他问什么, 六分, 其实第二个教例, 今天我教你Revision class, 教你答题目, 六分他在问三样东西, property A, B, and C, 三样东西, 然后是Year end那天, 即是每样东西两分而已, 你一定要立刻将那些题目, 想一想他的allocation, 六分的东西, 在问A, B, C, 就是每个东西两分而已, 所以你不要over答了, 只是A不答B, 那就糟了, 你答得多好, 晓菲也只有两分,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平均, 两分两分, 既然两分又不用长篇大论嘛, 对不对? 不是十分嘛, 十分就和你长篇大论, 其实呢, 第一样东西教你呢, 就是我们答题目, 好愧事会的, 你给多些分我就答多些咯, 你给少些分我就答少些咯, 明白吗? 所以一定要很计较的, 很计较的, 是考试, 为什么? 因为你时间有限嘛, 是不是? 不是说平时, 你serve client, 算了就说多两句给你听咯, 我不收你钱, 大赠送有什么所谓, 不行, 因为现在我们考试嘛, A是两分, B是两分, C是两分, 在year end的时候多少? 6分, 好了, 你告诉我什么变什么? 什么变什么? 这位同学就说, 我明白了, 因为property是re-sale的, 所以是inventory在先, 但是他想着租给人, 虽然下年二月才租到, 所以变IP, 很多人就会想着是, 答案很多人就会抱着, 答案是这样的, inventory to, 就是变IP, 这个是错的, 如果这个不是物业投资的话, 他想着, 他的management的decision变了, 记得他找talent的时候, 十月底开始找talent, 过了board, 其实他可能在准备一件asset, 准备了IP, 你知道租给人之前, 可能装修一下, 这样的, 其实他十月底前可以变IP的, 如果他不是做投资物业, 即他的生意本身不是一个物业投资, 本身他是一家IT公司, 他在十月底打算把这个物业租出去, 开始准备, 过了board, 他可以将它, vicken了他, 可能他本身是自用的, 他现在搬了出来, 是可以转IP, 但人温慰, 你在做物业投资, 你这么多家物楼都是inventory, 你以为这样就不会转到IP的, 如果不是就manipulate, 你觉得我会转IP, 可能分分钟人家说我不喜欢这件, 我喜欢租那件, 你都给别人租第二件的, 对不对? 所以, 因为你是物业投资, 所以是很紧的, 你一定要, 到真的租出去, 你才可以转到IP, 因此在十月底, 仍然是inventory, 可以吗? inventory, 变回inventory, 清楚了吗? 如果是这样, inventory应该是什么value? 他现在4.852, 就是成本, 但是在最终的时候, 其实他只是值4.5而已, 记不得, 记不得inventory是lower of cost, 或者NRV的, 就是说你卖不到这个价格, 你的成本是4.852, 你买价只是4.5, 两只较低, 是不是? lower of cost, cost 即是成本, 或者Net Realizable Value, 就是你卖价格, 两只较低, 那就要选4.5, 那就是要割低它, 由4.852, 割到4.5, 就是要减低什么? 3.852, 不是, 3.5.2, 说错了, 852减500, 3.5.2, 明白了吗? 知道吗? 要减低它, 清楚了吗? ok? 因为inventory是要较低的数, ok? 好了, 那我们先看看answer, 我们先看答案, 再去这个什么? 我展示回答案给你们看, 这里, 对了, 你看看, 两分就是差不多的题目, 你看到如果用打字机打出来, 就是一个paragraph, 如果你写字, 你知道我们的字比较大, 如果一本answer book, 最多是半版左右, 最多半版左右, ok? 好了,你看看, property is remain as, inventory, 因为是inventory,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property related的, 就是它是一个物业投资的, 那么呢, lower of cost, 或者NRV, 两个较低, 在yen那天, ok? 直至到呢, 直至到呢, as the commencement, 为什么? as the therefore, 为什么? because, commencement of operating lease, 就是由你可以租出去, commencement, 就是开始, operating lease to another party, 是下年2月, ok? 可以不可以? 第一句就告诉你, 他说了给你听, 是inventory, 因为, 他下一年才租出去, 所以EN那天仍然inventory, ok? 那么第二句呢, 就告诉你, 你听哦, 那要measure了, 那inventory的数是多少呢? 就是要estimate, 那个re-selling price, 因为re-selling price, 就是你的net realizable value, 既然你的re-selling price, 是低于成本, 你只要write down, 它的value, full stop, 那未计算的, alright? 清楚了吗? 行不行? 未计算, 两句就完结了, 考试的时候, 你可能说它有inventory, 因为他list out in february next year, 所以呢, low of cost for the NIV, so should be, 最多是三, 即是4.5 mil, 那就停了, 不用计算的loss, 为什么? 有同学说, Eunice, 你怎知道你不用quantify the loss, 因为, 你看完这条题目就知道了, 他第一部分就叫你, 问你accounting implication of ABC, 而第二部分就叫你做journal, 即是做journal, debit credit, 那便即时告诉你, 下一部分才叫你计算, 你明白吗? 你不要放在第一部分,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只得到六分, 下一部分你又再repeat, 对不对? 所以你看题目, 你猜到他想你怎样, 第一部分我只想说, 我说究竟这件事是什么, 第二部分, 他要我计算 journal的时候, 才写那条数出来, 那我们看完, 我们打横看第二部分, 这里, 你看看, 要你计算 journal, 首先你买的inventory, 就是4.852, 1月的时候买, 你就是4.852入入, 但到12月的时候, 你就要把他割低352, quick inventory, debit P&L, 写下费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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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说要写费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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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月的时候就这样入, 12月的时候, 跌了, 你就要这样入, 明白了吗? 你只要写给别人听, 这个3.52, 怎么计算出来, 就是把4.852减4.5, 明白了吗? 行不行? 知道如何, 你这样, 你知道他下一部分才要问你计算, 你上一部分就不要计算了, 要不然你就重复了, 你重复了, 浪费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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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 你见到这条题目不会帮你这样分 Property A, Property B, Property C 我在这里帮你这样分 考试我它不会,你自己要看到你的眼睛 Property B就说我打算 resell 本身这间公司Property B 又是打算 resell originally,就是inventory再宣 但是现在我就打算occupy作为office 什么时候?9月1号 2015年9月1号 即是说头8个月它还是inventory 90、11、12这4个月我就自用了 清楚了吗? 好了,它告诉你 在年头的时候,这件asset的value是18.6 到年尾的时候,fair value是2.2 如果在年头是18.6 在年头到9月1号的时候是多少呢? 它本身是inventory,一直都是inventory 到inventory,应该问inventory 因为这件是由什么变什么,这样问 由什么变什么? 由inventory变成PPE,对不对? 因为这次我自用了,所以它是由inventory变成PPE 清楚了吗? 它由inventory变成PPE 如果是inventory变成PPE的话 这个value应该是否需要dp呢? 不需要 即是说亿,它1月的时候是18.6 去到PPE都是当是18.6,就是成本了 然后变成PPE之后,那4个月,90、11、12就要dp了 dp完了之后,用不需要将它revalid到22秒呢? 就要看看它的policy了 它下面告诉你,它的accounting policy是cost model for自用的物业,and fair value for IP wall 对不对? 而所有asset都是以1年12月,以2012年1月买入 而有50年的useful life,在2012年1月来计算 OK? 那好了,那popular B是什么变什么? inventory变成PPE,拿了这两分先 好,拿了这两分 B,classify from inventory to owner-occupied的物业 owner-occupied,即是PPE in accordance with Hong Kong AS 16 那你10,你应该怎样进入? carrying at cost-dp-impairement 为什么?因为它用cost model 然而知就是,你用不需要revalid到22秒? 不用,因为它行cost model 明白了吗? 那就是说,你转了2015年9月,转了cat之后 你就要怎么办?你就要dp那4个月了 清楚了吗?这个就是B了 那entry怎么做呢?看着 entry就是,你要将18.6的inventory devit回去PPE 接着做4个月的dp,明白了吗? OK?清楚了吗? credit inventory,devit PPE 接着做4个月的dp 好了,大部分人都明白 由inventory转PPE 那dp怎么做呢? 不要看答案,我猜一下 他说嘛,这件asset2012年买入 就dp50年,50年即是多少个月 即刻搞 50年即是600个月 即是600个月 一年是12个月 即是600个月 明白,先写下了 600个月,现在dp4个月 那么很多人就说 明白了明白了,当然将18.6 乘以4 over 600 没那么快 但是,这件asset去到 2012年9月 他在2012年1月的时候 就还有600个月 但是去到2015年9月的时候 还有多少个月呢? 因为他已经浪了几个月 几年了 是不是? 你想一想 现在我要乘以,要将这个数 乘以,dp等于乘以 4除以 一个remaining useful life 他还有多少个月的remaining useful life 计不计得到? 还有多少个月的remaining useful life呢? 全期就是600 过了多久呢? 2012年 截至2015年9月 那一起数一下 2012年就是12个月 13年12个月 14年12个月 15年我不要全年 我只是去到9月1日,即是8个月 3年08个月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用这一字 是不是就是过了三年08个月? 那三年08个月 就是多少个月? 三年就是36个月,再加8个月 就是44个月 是不是全期600个月里面 他已经过了44个月 简单来说呢 就是还有556个月去 就是说这个18.6要随以 第3个答案 18.6m要随以 556个月 乘以4个月 depestation就是133813 debit depestation credit at PPE 133813 怎样计算 4个月over 600个月 减3年08个月 3年08个月 即是44个月 现在明白为什么 44个月 他也解释给你听 这44个月就是从2012年的1月 至2015年的8月 即是3年08个月 明白吗? 这个就是depestation entry 清楚了吗? 你看到拿分的方法就是 很简单的 只是说 reclassify 由inventry 去only occupy 所谓only occupy 即是PPE 因此这个measurement 就是cost 减accumate depestation 减impairment OK 说完之后 就计一次的entry 明白吗? 行不行 好了 第3部分 C C是最难的 他就说这样的 我本身有个office 是自用的 现在我在 也都在2015年5月的时候 我就想着 将这个C 是出租去租金 after refurbishment 即是我搬了出来 因为我搬去B 那搬了出来 不就够够了 于是我就要重新装修 而装修呢 我就花了 到2016年1月就装修完了 接着都要出去 即是说我 9月1日搬入了B之后 9、10、11、12 这4个月 我就花了2.4米去装修 装修完之后 我就租出去 行不行 清楚吗? 好吗? 先不要读数字 问你由什么变什么 本身自用 本身自用就是什么? 就是PPE 本身是PPE 对不对? PPE 然后我装修 然后租出去 就变成什么? IP 即是由头至尾东 没有是inventory PPE的时候就是cost model IP的时候就是fair value model 清楚没有? 好,你看看答案 他也是这样说的 你要reclassify 由own occupy 即是PPE 转去IP 是不是? 什么时候转? 什么时候转? 要不要租出去 给人才转? 不是 当你搬出去 你已经是准备它的IP 你装修 准备它的IP 所以是从2015年9月1日 很多同学就不明白 为什么PPE是由2015年9月1日 准备它变IP的时候 就已经转CAT OK 但是刚才PPE是要租出去才转 分别就在于 PPE本身是inventory 这么多家都是inventory准备 你说租 你说而已 总之哪个客人租 租哪家你都可以 所以一定要你真的将它转了 租出去那一刻 我才将它由inventory变IP 但是这个不是 这个你本身是自用的 自用的时候 你装修它的时候 你已经是想着租出去的装修 对不对? 所以他说 虽然 even though 它是下年才租出去 但是转CAT的日子是9月1日 alright? 那即是怎样? 即是你一直要DP 到他 account for 他under 我记得16 直至到 8月31日 你转了搬的时候 才将它搬出去 但是问题来了 我一直用它 用到分水嶺 2015年的8月31日 一直用cost减dp 接着那个value 当它转CAT 转IP的时候 IP是fair value 所以他就说 你转CAT之前 你转CAT之前 你转CAT 你转CAT之前 你要将它revalue 对不对? 他就说 那个depestation 是要revalue到revaluation reserve 明白了吗? 即是说你站在BPE 你一直dp dp dp到你准备转CAT 你就是update fair value 三年零八月的升值 就去revaluation reserve 好了 去完revaluation reserve 你是fair value 你就转CAT 就转入IP 接着 IP那里 你才用fair value 升跌 明白了吗? 我需要你识写的 第一 你要识写的 就是由PPE Owner Occupied Property 转去IP 几时转? 就在2015年9月转 而你要再少识写 就是说 accounting treatment 在PPE的时候 是cost-dp -impairment 就是nable value 当你准备转CAT的时候 你将它升值 那个gap increase resulting increase carrying value of property 是先去revaluation reserve 然后才转过去 清楚了吗? 懂得写了吗? 你说我需要不需要写到这么长 你可以不用写到这么长 你需要不需要写到这么长 你需要写这句 40.61 become IP debt will be carry at fair value 那就要account for 不用 你不需要用它的language 但起码你要懂得写 Property C should be accounted for Under 16 up to the date of change 然后 any difference between 本身的carrying amount 和当时转CAT的时候 carrying value difference between 转CAT的时候 carrying amount 和fair value 你就要把它转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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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OK 你就应该把它转到 那个 什么地方 明白了嗎? 知道吗? 测到revelation reserve 好了 那我们看看怎么做 第一 看这个是困难的 所以我画了一幅图给你 画了一幅图 看完之后 才再看一些entries 记不记得 先看条题目 条题目未读 条题目是这样说的 那个asset 我刚才未读 Property C 在2015年的时候 value 就是51m cost and carrying value 51是cost 就是三年零八个月之前的cost 所以你看 应该是看38.1 是不是? 在去到2015年1月的时候 它补价38.1 是不是? 因为它dp了三年零八个月 是不是? 那么它的carrying value 就是38.1 你不需要再计 为什么由5月1 变到38.1 I don't concern 总之就是那段时间 dp 不要管了 总之38.1 38.1 38.1 就是一月的 那你是不是递拖八个月 那你就去到八月 然后就转剧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 38.1 跌八个月 Remending useful life 还有多少个月 记得刚才还没计 600个月 减了 你要小心 在2015年1月的时候 距离2012年1月1日的时候 过了多少个年 或者过了多少个月 不是三年零八个月 因为我说2015年1月1日的时候 距离买入 那时候2012年1月 是不是过了三年 三十六个月 就是说你要把六百个月 减回三十六个月 就是五百六四个月 所以38.1 你应该depreciate 五百六十四个月 乘以八个月 找了那个value出来 是不是 找了那个depreciate 然后才帮它升值 而它说在当日 它的fair value 在你转剧那天 在九月的日 不要看十月 转剧的时候 那个fair value 就是40秒 是不是 才转剧 好 那我们先找了一个depreciate 就是这里 depreciate depreciate 有两个方法计 你去将original cost 随以六百个月 因为它 原先 就是2012年买的时候 五百米 不是一米 除了六百个月 乘八个月 你就会计到0.68 这个 所以第一条entry 你可以看到 debit P&L 0.68 credit PPE 0.68 如何找这个0.68 两个方法 一 你将original cost 随以六百个月 乘八个月 这个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就是你将38.1mol 随以六百 但这六百要back out三年 因为在2015年1月1日 就是六百减三十六 乘以八个月 这样 ok 找出来 那你就会见到 是等于 这个 ok 可以吗 depreciate 就是这个 那同学问我 我问同学 你喜欢哪个方法 大部分都是 上面的 因为1mol 除六百个月 就乘八 容易计 如果在这三年里 结合 没有impaired 的话 你两个方法 计出来 都会找到六百零 是不是 你将original cost 除六百 乘八个月 又可以 你将其 remaining life 随以 四十七年 简单来说 因为本来五十年 过到三年 除了四十七年 乘八个月 又可以 两个方法 也可以 但如果那件asset 是曾经impaired过 你是不可以用上面的方法 你一定要用 现在的价钱 over the remaining useful life 即是说 你一定要把38.1 除以四十七年 乘八个月 才行 你不要以为 一定要用简单的 所以 其实深刻的 煩的 反而是准的 因为你不知道 中间有没有impaired过 我与其去研究 你中间的三年 有没有impaired过 不如 我将你在那一刻 你要 2016年 1月1日 的时候 depreciate the remaining useful life 这个一定不错 OK 好了 你继续的deprecation 是0.68 清楚没有 好了 即是说 那件asset 当它转cat的时候 是多少钱 就是38.1 减0.68 即是转cat的时候 那件asset 就是这个 37.42 你要把它revaluate 记不记得 放它去市价40 然后quit去什么 quit去revaluation research 你说 Ms.Yu 为什么你 IP不是WPPE 你可以这样 你先去WPPE 先把它revaluate 先 然后先把它转到IP 但是快点 即刻 放入IP的时候 在PPE拿走37.42 的asset 放入IP40 但是这个差异 是去revaluation research 这个我记住 千万不要去P&L 因为它不会给你一次 下P&L 行吗 好了 转了 我说是排队 你现在过了旁边的队 40mil 那件 题目说 当你转了IP之后 那件asset就花了4.2mil去装收 4.2mil去装收 4.2mil去装收 即是多少钱 那件asset又要cap大4.2 所以IP就要增大4.2 2.4 所以你看到debit IP2.4 credit的bank2.4 有同学说 units IP 装收不是应该 leasal improvement 不是 如果你office自己的装收 就是under PPE 而且里面是leasal improvement 但是如果你是装收那些 出租楼 你直接把装收cap 到出租楼的value 所以出租楼 就变成debit IP2.4 credit的cash 2.4 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IP是多少钱 就是由40mil再加2.4 即是42.4mil 对不对 好了 接着他就告诉你 题目说 最后一句 他说 在10月底的时候 Ginnesset是42.1 哎哟 value是升降下了 本来是40的 IP加了2.4 即是42.4 但是现在的fair value 就是42.1 是不是不见了0.3 所以IP会跌p&l 0.3 看到没有 如果你用一个图 告诉你 我听就是本身是38.1 接着我 0.68 depish 所以是37.42 然后我revaluate revaluate就是去revaluation research 去到40 40 之后我加了装修2.4 2.4 之后不要dp了 因为IP那条队不dp了 但是去到市价42.1 所以我有个fair value change 对不对 fair value change 我选写 哎哟 不要选写给你了 就在0.3 明白了吗 那就做完这条 你看看这条题目 如何取分 写字是比较少的 2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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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y 是比较多分 那里是6分 6分就是6条entry 10分 10分 10分就在给多少条entry呢 OK 都多的 大概一分一条 OK 一分一条entry 有些entry会多分一点 因为他要计dp 这样就会多分一点 明白吗 清不清楚 计数多 写entry多 这条是16年的题目了